你们两个是朋友 怎么样 所以 我们是朋友 是 怎么怎么 所以 与老师吃屎 我会觉得很厉害 那就是很厉害 我找不到 聊聊这个 郭德纲和鱼圈 一直在听他们的相声 什么时候听呢 催眠 这个向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你失眠的话 放到相声 这个很快的入睡 对我特别管用 如果 你想试一试 试一试 这个相声什么地方都有 这个 比安眠药好 特别佩服 我这个相声听多了 发现里面其中一些东西 这个 在这个 业界也好 是里面 业内也好 业外也好 对郭德纲 大伙这个 褒贬不一 我呢 对他其实呢 也是啊 这个 不容易啊 郭德纲不容易啊 这个确实有 有有有 有这个 有这个 说相的天 天才 天分 人家打拼啊 到现在 一路过来 是他应该得的 但是呢 他的后来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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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势之后啊 就是这个 踩 就做一些事情 我不太赞成啊 不太同意 还有呢 就是这个 为了签哥 有点这个 这个抱股平啊 于签 这么讲 我觉得于签 应该是 是好人啊 这个 也能忍啊 这个 度量也大 也许 人家也不跟这个 郭德纲在 这个一般见识 对吧 而且 最主要的啊 这个 做人啊 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位置 啊 你的一切是怎么来的啊 如果你听过于签 这以前这个 呃 这个 他的这个 有一段什么 这个玩这个啊 这个 这个里面讲 那他在怎么 怎么开始 这生活 开始改变 事业上 生活上改变啊 其实呢 就是和这个 郭德纲啊 搭档 好像是 2005年左右 好像是 差不多 或者08年左右 我记不太清了 就在那时候啊 所以说呢 签哥人不错啊 这个 也能忍啊 这个 度量也大啊 不错 那 郭德纲呢 说完了 从这个 也许 咱们不知道 他们二位在这个 台下 怎么交集啊 这个 这个 咱也不知道 但是呢 有一些蛛丝马迹啊 可以从这个 他们的段子里面啊 段子里面这个 看出来 听出来啊 咱先听到点这个 你们两个是朋友 怎么样 所以 我们是朋友啊 是 怎么怎么 所以 啊 于老师 吃屎 我会觉得很厉害 那就是很厉害 如果我们两个 不是朋友 那怎么办呢 于老师吃屎 啊 也挺厉害 这本身就是厉害 这个 这个 虽然说相声啊 这个 互相这个 在台上取乐一下啊 这个 还可以 但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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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啊 他后来和这个 于谦的这些相声 基本上都是拿于谦 或者他们家人 在那找乐 取乐 像这种 我觉得 有点过了 鱼签 能忍 不在 然后呢 其实呢 话里话外呀 这在台上 对于鱼签呢 也 也 也做一些点拨 在这个段子里面 给大家听一段 这个 这 这 这一段 其实在 很多段子里面 都出现过啊 这是其中的 其中的一个 但是差不多 大同小异 我小的时候说相声 我是捧根出身 也占这位置 我在桌子里边 占了十年 不短了 外边走马灯一样 换豆根演员 谁站着 谁说我 也说 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 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 人家说了我十年 没有办法 应的这个活 挣的这份钱 就是这角色 这是假的呀 你看个电影 这管这叫爸爸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电视剧这 当一枪 那笋儿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话剧舞台 俩人搂一块 睡觉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怎么到我们这 都是真的呢 就是 这个智力 为什么要买票 嗨 大家注意听这个 对吧 点播一下 说我也是那时候过来的 人家挣里 就是这份钱 对吧 于谦 是个明白人 于谦明白人 不用多说 大伙自己去贫 这里面的事 就是说这个 二位人家一站 于谦的位置在哪 郭德纲的位置在哪 然后呢 我就找了一个 也许是早期的相声 其实呢 这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这个 也许 听一圈讲过 他们没有什么 正经的彩排 好多都是现场发挥 好多都是现场发挥 所以说呢 有时候也许 就是发挥的 这个路子 发挥的 就是于谦那边 发挥的 不太对这个 郭德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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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子 也许是 在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计划之外 所以说呢 哎 郭德纲会在这个 里面点一下 里面点一下 大家听到这个 我这媳妇的名字 怎么 他记不住 反正陆陆续续 交往过一些个女朋友 但是跟他 时间最长的是那个 金角大仙 哎 这好 我敢弄神仙了 嗯 取经路上 什么取经路上 哪有金角大仙 金 我不是叫什么 老呆金色的 一个法掐 哦 背地 开玩笑 金 金角大仙 哦 啊 那最疼人 哦 那个说良心的话 那是没坚持下来 咱实话实说 哦 那个不赖 挺好的呀 哎呀 太好客了 这 什么叫好客呀 家里来串门的 那个说实在的 吃饭喝酒安排的特别好 照顾人 可热情了 是 那会儿于老师其实说句良心话也没什么钱 哪时候穷 一出去演出去就是 三十一场五十一场的 那也得挣啊 就是当年都这样吗 嗯 印象特别深 于老师出去演出一年半 那么长时间 一走走一年半 嗯 回来这给生一大胖小子 哎 你等会吧 你再 可爱 走一年半这生一大胖小子 照顾人 于老师也急了 啊 那是眉毛都绿了 嗯 绿了 都立 我要现行 都立起来了 啊 你要干嘛 甭重复了 好家伙 真急了 走 啊 谁打 哎 就这里啊 这个 不知道大伙儿听见没有啊 就是说这个 呃 这个 走了一年半 说大胖小子 回来啊 回来回来 回来都 眉毛 眉毛都绿了 眉毛都绿了 然后于谦说了一句 绿了 我要现行 然后 郭德纲 我说了一句啊 后来 他一 回来 他一想 哎 这是什么 后来回来 你要干嘛 嗯 然后于谦 就把他对付过去啊 你就不要重复了啊 对付过去 所以说呢 可以看出来这个 现场发挥 不太这个 和这个 郭德纲的一样 郭德纲这个 这也其实反映出来 一种习惯啊 一种习惯 它是习惯性的啊 回来找你一下啊 你说你说的 说的不对啊 我不太喜欢 我回来 我回来找不你一下啊 大伙续续品这个 这里面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呢 哎 还是回来啊 就是说这个 郭德纲 于谦啊 这个二位 这个 的配合也好 这些的 这些里面的 这些细节 两个人的关系啊 其实呢 从这个 现场的一些 这个段子里面啊 大伙 其实能品出来啊 当然品出来 还是最后啊 我还是这个 对这个 切儿哥啊 对口碑的不错啊 我没没没没 没听过 看过他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 别人对他怎么样啊 好像应该是啊 人缘混的不错啊 这些口碑也不错 所以说呢 我还是对这个 于谦啊 就是这个 非常的佩服啊 非常的敬重 于谦老师 谦哥 确实 是这个 你们两个是朋友 怎么样 所以 我们是朋友啊 是 怎么怎么 所以 于老师 吃屎 我会觉得很厉害 那就是很厉害 我找不到 聊聊这个 郭德纲和于谦 一直在听 他们的相声 什么时候听呢 催眠 这个 让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你失眠的话 放段相声 这个 很快就入睡 对我特别管用 如果 你想试一试 试一试 这个相声 什么地方都有 这个 比安眠药好 特别佩服 这个相声听多了 发现里面 其中一些东西 这个 在这个 业界也好 是里面 业内也好 业外也好 对郭德纲 大伙 这个 褒贬不一 我呢 对他 其实呢 也是 这个 不容易 郭德纲不容易 这个确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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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说相声的 天才 这天分 人家打拼 到现在 一路过来 是他应该得的 但是呢 他的后来 这个 这个 得势之后 就是这个 就做一些事情 我不太赞成 不太同意 还有呢 就是这个 为的签哥 有点这个 这个抱股瓶啊 于签 这么讲 我觉得于签 应该是 是好人 这个